专门党领袖宋教人遇刺100周年纪念日 100年前1913年的三月二朝 宋教人在上海火车站意外的被人刺杂 那么有的人说宋教人称得上是中国的民主宪政之库 可以说如果宋教人活着 那么中国今后100年的历史极有可能改写 那么我们今天就给大伙说说这段扑朔迷离的宋教人遇刺事件 画面上这位就是当时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人 我估计宋教人这个名字提起来 绝大多数观众朋友都知道 但是你不见得知道宋教人这个人在政治上到底有哪些作为 他的遇刺又意味着 他都知道民族所政府人要偵見的 国民党领袖宇 shading 肯定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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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客非常敏锐地抓住了这段时间 对着宋教人连开车前 宋教人当场倒地 后来送到医院抢救发现 这个子弹呢 还有毒 就非常明显 就是我要把你弄死 结果虽然把有毒的子弹取出来了 也就隔了两天 3月22号 宋教人 因为这次遇刺 最后死了 那么当时很多人呢 就惋惜 为什么有人说说宋教人是中国宪政之父 说他死了之后呢 就中断了中国民主宪政之路 因为在此之前呢 我们得给大家说说当时的历史情况 我们也都知道 新海革命成功之后呢 孙中山呢 短暂的出任了临时大总统 那么后来呢 袁世凯呢 逼清帝退位之后呢 孙中山信守承诺 把这个总统位置让给袁世凯 这个时候 当时国民党 那时候还没有成立的 在1912年 袁世凯上台之后 宋教人组织了社会各界进步人士 成立了国民党 很短暂的半年时间 国民党力量就壮大起来了 而且在议会选举当中呢 占据了多数议席 确实引起了袁世凯的一些不安 就觉得这个作为一种政治势力 对自己是一种威胁 而且宋教人 当时提出来 认为中国宪政的方式 应该是内阁制 而非总统制 这个内阁呢 是对议会负责 不对总统负责 并不对总统负责 总统呢 是同而不至 没有实际的权利 总统不过是个摆设 是个象征 阿猫阿狗 谁干也无所谓 因此 我们要回党 造党 将原先那个松散的 以反清革命为宗旨的同盟会 改组成为真正的 民国第一大政党 国民党 其实宋教人当时提出了这种呢 有明确的政治目的 就是要限制袁世凯的权力 辛亥革命之后 辛亡套覆灭 中国未来到底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当时有两种选择 深中山主张大同盟 因为在大同盟 在当时需要有一个强烈的总统 来安抚当时的政治局 为了不让袁世凯一个人独揽大权 宋教人 朝北通过议会选举 做成国民党内阁 而一万宋教人当选国务总理 袁世凯专制独裁的局面 就被打破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 他被刺杀了 接下来 我们也知道 这个议会呀 包括这个内阁 整个就一排散杀了 在民国期间 接任总理之心 从来就没获得过实权 结果接下来中国呢 还是陷入军阀混战 谁都想当皇帝 谁都想当总统 所以出现了那一段时间 军阀混战的混乱局面 所以有人根据这个呀 说这个宋教人的死呢 这等于是阻断了民主宪政之路 本来刚刚见点亮 一下子因为他的死 这点亮就都灭了 那么说 到底是谁杀了宋教人呢 一般的这个暗杀的案件呢 破起来东南 由于背后有错综复杂的 这种政治利益 东南 但奇怪的是呢 宋教人这个案子 三天就破了 可是三天的破了 只是把表面上 这些凶手抓住了 背后到底谁主使的 到今天为止 也没有人 能给出最准确的答案 怎么三天就破了呢 宋教人一死 震动全国 北边袁世凯下令 赶紧给我找 谁刺杀的 孙中山也发了验电 一定要让国民党人 把这个凶手抓出来 最后 也就是三天的工会 就有人到警察署 去这个 接发去了 报案去了 谁 一个古董商人叫王阿发 他说我在这个 几天前呢 见上海滩的青帮大佬 这人叫什么呢 叫英贵心 这英贵心呢 拿出张照片给我看 说你想话找人 把这人给我弄死 几天以后他到火 但是怎么怎么着 我给你一千块大洋求金 这王阿发当时没答应 后来一看呢 宋教人死了 这照片 哎呦我见过是他 这就赶紧来报案了 这样呢 上海这个警察局 赶紧抓人 找着英贵心 后来在妓院里 把英贵心抓住了 抄的家手 顺道呢 又发现了 当初开枪 直接打死宋教人 这个 叫五十英 就等于出人意料的顺利 把他就一网打尽了 结果这五十英呢 说啊 我是这个 英贵心指使我 说给我钱 说杀了他是为这个 全国人民除害等等 我就去了 说给我一千大洋 怎么怎么的 没想到呢 他开始是这么供的 等上了法庭又翻供 我不认识英贵心 我就自己 我就觉得应该打死宋教人 我得为北京政府除害 你看 又把这股道引到 袁世凯那边去了 那么说这几个人都干什么呢 咱首先说这英贵心 英贵心呢 他最早是跟着孙中山的 现在革命成功之后 护送孙中山到武汉 后来又到南京 就是英贵心护送的 英贵心本身既是革命党 同盟会的人 同时又是青帮的人 结果这英贵心跟着孙中山呢 跟时间长了 孙中山发现 这个人呢 就是毛病太多 诗和嫖赌什么都好 贪财后色 后来呢 不让你跟着他了 就是你去当书务长 结果呢 他中饱四囊贪污 孙中山实在看不下眼了 你回去吧 不用你了 跟你俩回上海了 回到上海之后呢 这英贵心呢 又回到以前吃喝调赌 青帮大佬那条路子上 很快的呢 又跟这个北洋政府 跟袁世凯那个集团 人勾勾搭搭 反正你只要是 谁给我钱 我就给你干活 那么他为什么要指使这五十英 杀这个 呃 宋教人 这五十英呢 其实是个退伍军人 枪法非常准 等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他就是个替罪羊 把他给拽转 让他去执行 说英贵心 为什么要杀宋教人呢 他并没有跟革命党 有那么大的仇恨 主要的原因是呢 我们刚才说宋教人 他不是短暂时间 组织国民党 然后在议会选举获得胜利 引起了当时啊 袁世凯 还有这个国民政府的总理 赵炳军 引起了这些人的 有点不安 确实你看这么短时间 政治力量壮大了 对他是个威胁 这个时候呢 这里头有个牵线的人 是当时国民党啊 政府的一个秘书 名字叫红树组 就国民政府的秘书 直接归这个赵炳军 归总理馆 在政治上手腕很老了 这红树组通过 和袁世凯赵炳军接触呢 揣摸到主子的意思 红树组就提出来 说是我认识个人 叫英贵心 这个人呢 对这个革命党的家底 了解了很多 当年也干过革命党 英贵心跟红树组说 那时候孙中山黄兴宋教人 在日本组织革命党 英贵心就说 宋教人不明其他吗 他在日本干过一件事 骗人日本人钱 只是一种给革命党 筹集经费的方式 英贵心就说 宋教人行骗 在日本身败名裂 很多人都说他不好 投诉组就跟这个 袁世凯赵敏军汇报 说是你觉得 他政党力量壮大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 其他方式消除他影响 就说这几个人呢 人品不行 像宋教人都行过骗 咱把这事事实给他揪出来 那国民党影响力就下降了 当时袁世凯跟赵敏军 也觉得这个事呢 可行 如果真有这个事 打击一下 他们的政治上的势力 政治上这种民邦也行 说你弄好了 我给你行赏 论功行赏 这红数组 这时候就认为 这是个发财机会 要领一笔大赏金 他跟英贵心 俩人都有份 所以他告诉英贵心 你快点搜集证据 结果这英贵心 一方面这个事呢 普风转影 另外他也确实拿不出实际证据 一来二去呢 拖来拖去 总也拿不出证据了 红数组就急了 说你这事 你得抓紧时间办了 上头不满意了 其实红数组 有一点假传胜直 他只是揣摩 上头的意思 结果之后英贵心呢 说不就是 要消除宋教人影响力吗 咱找不出证据 毁他 那消灭他得了 干脆 所以英贵心 就把这事报给红数组 红数组说 这也行 俩人就这么定 这个都是后来呢 翻红数组 和英贵心 他的家里找出了 双方往来的一些电报内容 发现这两个人 是直接的主使者 网上袁世凯和赵敏军 没有直接证据说明 这两个人 指使这个事 结果红数组 英贵心 义和谋 把五十英找来 结果就把宋教人给刺责了 forum 这边就是 第二 坐宋就 ifa 感谢观看